7月24日,我们为全市9367户困难家庭免费发放了100吨蔬菜和价值24万元的副食品。 国务房节前期,按照每人500元的标准,为城乡低保困难群众发放鸡蛋羊肉等。 共计发放鸡蛋25吨,鸡肉33吨,羊肉71吨。 8月2日起,按照每会300元的标准,定期为困难家庭免费发放素菜包。 一是跨区联动精准保障,针对部分地保对象和选举特困群体人物分离的情况, 由各区县精准统计数据,实现信息共享,跨区联动,密切配合。 由困难群众实际居住地的民政部门负责将蔬菜包及时精准地配送至每一户困难家庭。 二是丰富蔬菜的品种,按需保障,根据保障对象实际需求, 实时调整配送蔬菜包的种类,增加发放平均评测,我们平均每三天发放一次。 全力保障困难家庭吃到新鲜的食令蔬菜。 三是结合实际分类保障,对特别区县反映农村困难家庭的蔬菜能够基本自重自足, 更需要配送米、面、油等物资这一情况。 我们及时进行调整,为农村困难家庭发放米、面、油和副食品等生活物资, 全力保障困难家庭的实际需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